太阳用引力带领着太阳系所有物质 在日球层气泡中以每天约2000万公里的速度穿过宇宙空间 这个日球层可不简单 它不仅是太阳系和星际空间的分界线 还阻止了大量宇宙射线直接轰击地球 使生命DNA发生变异 甚至消灭所有生命 最近结合旅行者1号2号和星际边界探测者的数据 科学家发现日球层泛起了未知的神秘涟漪 这里是快看宇宙第19期 快看宇宙每天了解多一点 关注收藏点点赞弹幕评论不要忘 随着旅行者1号2号相继穿越日球层顶 这层充满神秘的区域终于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日球层顶顾名思义是科学家定义的 太阳系边缘和星际空间的一个交界点 在此处太阳风会减慢到地球声音传播的速度 这种终端冲击标志着 太阳风无法抵御星际空间施加的压力 两者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最近一个科研团队在《自然天文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 通过对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 以及NASA的星际边界探测者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 发现日球层顶不是我们想象的光滑圆润结构 竟然泛起了水波一样的涟漪 旅行者1号2号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可能唯独对这个星际边界探索者很陌生 星际边界探索者是NASA2009年发射的卫星 旨在研究太阳系边界的特征 它可以每6个月绘制一次日球层三维地图 通过分析三个数据员 研究人员注意到2014年末 太阳风动态压力在6个月内增加了50% 科学家用这次相对较短的时间尺度 研究了日球层顶的形状 科学家能够测量太阳风与星际风碰撞时产生的带电中性原子 这些中性原子有的逃出太阳系 有的反弹回太阳系 经过建模 巨大的连移出现了 并且还发现日球层气泡不是均匀对称的 在形状和范围上差异很大 差异可以扩大到16个天文单位 这甚至超越了太阳到天王星的距离 日球层距太阳约100个天文单位 它变化很大 具体取决于测量它的时间和位置 日球层气泡的大小和形状 可能因太阳周期而异 现代研究表明 太阳有11年的周期循环 在此期间 太阳风强度呈现波峰波谷的波动 星际边界探索者将在2025年 被NASA的星际绘图和加速探测器取代 它运行在拉格朗日1点 能探测更大的范围 精度和分辨率也更胜一筹 届时科学家能获得更高精度的 中性原子发射测量值和更多的数据 最后你看日球层像运动中的细胞壁吗